你知道猫咪的食物多样性有多重要吗 猫咪食物多样性有多重要 我确切地告诉你非常重要 长期吃同一种食物 猫咪不仅容易挑食 它可能会确实某一些营养元素不利于健康 其实饮食多样性本身就是猫咪的一个特点 试想一下猫咪在野外捕食的时候 总不可能天天都能吃到鸡肉 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事实上它会吃任何它能抓到的猎物 有可能是老鼠 昆虫 又或者是一只不走运的小鸟 所以呢 我们平时就要尽可能的满足方面饮食结构的多样性 这样才是最健康的胃养方式 研究表明猫和动物需要摄出五大几种不同的蛋白质 才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但是呢 很多猫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胃养方法 早上出门前或者晚上睡觉前 可以喂一些干粮 猫粮冻干都可以 这些食物呢 可以在空气中放一段时间 不会那么容易养化 回家之后可以喂一些适量 罐头 适量包什么的都可以 尽量在一餐内喂完不能放太久 而且不同的种类包括鸡肉 牛肉 鱼肉 各种种类都要在猫粮能够吃到 这样子猫粮不仅不容易挑食 营养还更均衡 如果觉得麻烦的家长呢 可以选择批锐笔月家的宠粮系列产品 他们家生根宠物主栏领域22年了 口碑一直都不错 产品包括不同工艺的猫粮主粮 还有鸡 鸭 鱼牛 各种不同口味 非常丰富 而且都是独立挑装设计 无论是哪个口味 哪个工艺都能做到营养浓度均等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家猫粮的口味 水溢搭配 真正做到 苍苍水腥味 不清楚自家猫粮该试入多少能量的 也可以使用PGrey笔月的微信小程序 会根据猫粮的体重 年龄 是否绝育的情况 测算出适合它们的能量试入值 更好地帮助组织们实现精细化羊虫 以PGrey笔月家的三款产品举个例子 我最近搭配使用的是 鲜鸡串肉配方的烘焙猫粮 六种鱼丝粮 还有鲜鸭肉配方的风干猫粮 作为一日擅长的组合 这种干粮食堂搭配在一起吃 可以很好的补出 单一类型猫粮 自身的局限性 不仅可以满足猫粮每次一样所需 还能培养它们良好的饮食习惯 所有产品的检测报告呢 我都替你们看了 数据都很优秀 就以这款 极熊肉配方的烘焙猫粮为例 44.31%的粗蛋白 25.3%的粗脂肪 粗纤维只有1% 符合优秀猫粮的标准 氨基酸等其他多项指标也都没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P锐笔月的产品每一批式的检测报告 都会随着产品一起寄给消费者 在品牌方官方旗舰店也可以随意查询 真正做到透明公开 想给家里猫组织丰富饮食的 可以尝试一下